垂直农场近几年在本地未然成风 一些还通过大众筹资的方式来拓展业务 并且宣称能够给予投资者丰厚的回报 财务规划师就提醒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 应该仔细评估之后才做出决定 我们来看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临错港的这家斯里兰卡螃蟹垂直养殖场 共养殖了4万只螃蟹 公司现在斯里兰卡把幼蟹养到800克重 过后运来本地直到成长到1公斤 再以批发价卖给餐馆 公司去年展开两年的大众筹资计划 投资者至少得注资2万5千元 投资回报率是可以达到50% 一只螃蟹的售卖价格是30元 我们的成本是7元 现在扣除了那个成本 我们现在所造的是4万个蟹屋 一年可以得到的盈利是1100万 我们就可以把这回给投资者